喂 你好 今天是第七集的電影出星體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我是視野觀映的版主 Alex 我是 歡迎觀映 何時期 又怎樣 暑假 暗明 好像沒什麼戲了 好像都不是特別多東西看 所以來到我們最後一個星期 跟你說回上一個星期 是最後一個星期的暑假 說回上一個星期我們都留了一套 因為上個星期錄音時還沒看 剛剛上星期看了 還有一套叫保鏢救殺手 Hitman Bodyguard 怎樣看呢 我覺得挺有趣的 其實我之前看到美國的評價 都是不差的 一般 一般 但看上去也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看兩個主角真的挺有趣的 我覺得挺有火花 對 它是有一點重現一些八九十年代的 所謂雙紅色的動作片 因為最主要為何覺得有趣味 就是因為有Samuel L. Jackson 因為很多時候一些所謂的殺手電影 或者像剛才你所說的 這一類型的電影 好像Samuel L. Jackson 永遠都會出現 對 而且在這一套裡面 它會說到是粗口還飛 也是那句 有朋友幫我計算過 好像整體裡面有十幾句 二十幾句 應該不止吧 應該不止 就這樣說 這些都不能出街 不斷地說 What the fuck 如果不能出街就知道 應該出到的 應該是2B級 沒有所謂 對 講述一點背景 這套東西 其實是有一點 我覺得是有一點跟八九十年代 一些動作片致敬 由它那張海報 是護花傾情 我真的不記得 它原本是抱著 我忘記了女主角那邊 而且是男同女抱著 現在原本這張港版海報 就是抱著Samuel L. Jackson 就是完全是有點惡搞 不過其實講述那張海報 可能大家看到 應該都是橙紅色那張 兩個四十八槍 戲院有那張在下雨 那張很過癮 我看的時候 真的想起很多 那時候一些九十年代 那類同女動作片 譬如在Michael Bay 還叫做變爛之前 我還喜歡《從我夢幻醉》 Bad Boys Bad Boys 亦有些好像《轟天炮》 還有成龍那部《火拼時》出現 如果第一集都可以 第一集好看 第二集已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有張子儀那集 第二集第三集 第三集 其實那個年代很喜歡 叫做雙紅色的 雙紅色的 但兩個又不太適合 一路打一路搞笑 這一套有點像這種風格 而且我挺喜歡這次的故事 不像近年有很多同女動作片 說你的角色很慘 要有很多內心氣 這兩個都挺鮮明的 對 很簡單的一個故事 甚至是沒有什麼故事 可以找藉口給他們兩個伴侶上路 總之一是說 一個保鏢要保護一個殺手 就是這麼簡單 對 甚至背後的所謂艱角 其實都沒有什麼意思 其實近年有很多都會想 做一些90年代那種Style的動作片 譬如年頭有一套 3X返空暴仲 哇 這一集真是的 第一集我挺好看的 第一集挺好看的 我舉個例子 其實想重現那種Style 其實都不太行 這一套的故事 說什麼呢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兩個男主角本身是一些宿敵 大家本身都不對 有一次Samuel L. Jackson 就是其中一個叫做白俄羅斯的一個總統 他就屠殺一些平民 他就是其中一個目擊 證人 證人 送他去海牙法庭受審的時候 就是Samuel L. Jackson 就要上庭去指證他 過程中就有很多人要去追殺他 當沒有人解決的時候 就唯有找個保鏢 其實故事就是背景的 就是Ryan Reynolds 但是說多一點背景就是 為什麼叫保鏢和殺手呢 因為其實 Samuel L. Jackson 本身是一個監等 其實他也是一個重犯 但是因為這個原因 要他去做證人 所以他就要找保鏢去看著他 而去送他上庭 當然他一個重犯 自然外面有很多仇厚 這些仇厚是想要堆壞他 這個童中的堆壞過程 其實是非常之過癮的 但是那群人怎樣去堆壞他 為何可以佈破天羅地網 你就不要理 總之你看過癮就可以了 沒錯 因為我也是想重新 近年很多戲 你好像想搞到很有心度 角色有很多過去 內心戲 你在劇情上可能是真的好看的 但是如果你純粹想求觀能刺激 就沒有這套這麼過癮 但這套真的是 對於剛才你所說八九十年代 這一類型的電影來講 如果看回剛才所說的《軍演炮》 《Bad Boys》 或者《火兵時速》 類似這些戲 其實人生回到來看這一套 《Hitman Bodyguard》 雖然我覺得故事真的太薄弱了 基本上沒有故事 沒有故事可言 但是它真的可以出現那個陰脈感 兩者之間不是單靠這個對比 有時候的表情動作 會令到你突然想笑 我覺得其中一場是最好笑 其實Trader 都說兩個人都是一輛車 突然間 《Satman Jason》踏油 踏油 整個彈出來了 整個彈出來了 他很笑 只是問為何坐車不拿完全彈 這是很難解釋的 但他覺得很好笑 他想到很多情景和對白 是他們兩個之間的合作很有火花 但前提的是他們兩個是有牙齒印的 如何由這個牙齒印變成現在沒有牙齒印 亦可以令他們成為一個很好的拍檔 其實很好笑 他們兩個本身是有些縮敵的感覺 其實他們兩個最初一碰面在屋內已經很好笑 這間屋很好笑 最主要是這部電影的故事 在對白上設計了很多粗口還飛的對白 最出色的是香港的中文字幕翻譯 都頗有這個本身的感覺 都是的 我想對於我們香港觀眾去看一些 這類型所謂的比較粗俗的電影 其實你會覺得字幕其實幫助他們很多 但是要看翻譯字幕的人 他翻譯到很多本身的字 英文的話他都是一句負責 MOTHERFUCKER 坦白說 但是中文字幕可以翻譯到很多粗口 甚至可能有些少許多了一些 無緣無故弄出了一些 無緣無故弄出了草泥馬 還有臭屍 這些草泥馬是翻譯得不錯 你這部電影又不會把他搞成三級 當然有傳給大家想起 以前在這個PubVision 的時候 是MOTHERFUCKER 還有毒蛇客機的經典那句 MOTHERFUCKING SNACK ON THIS MOTHERFUCKING PIN 這句真是金句 這次除了粗口之外 很多讀者留言都說很喜歡他很魔性的笑聲 他的笑聲完全是可以帶到 表情 表情也很賤 變成兩個小學雞的感覺 兩個斜嘴鬥斜嘴 但他爆發了很多火花 其實看回Sam & Edgerson 近年很多電影 無論是這部電影 或是之前八惡人的電影 其實他的表情 會令你覺得他演出來的感覺是很自然的 就不會像橫斑很生硬的樣子 而且他演出來的感覺是挺帥的 看回他好像差不多六十多歲 有的 我都覺得他挺帥的 其實給我觀眾的感覺是 會不會還要去以前PubVision 的年代 但其實他由PubVision開始 他一直都是這樣的形象 他一直都是這樣的形象 但你又不會看得悶的 是的 這才是正的 除了他兩個之外 另一位女配角 就是Sam & Edgerson 他演得很放鬆 他也是句句粗口 其實他出場只有兩三場戲 我想第一場已經令人笑了 你幻想他和Sam & Edgerson 那兩個人是一拼 很合襯 真的很合襯 最後他演得很溫馨 但最後也是一個似乎 你猜不到 在上次的字幕之前 在字幕之前 但你猜不到原來他彼此之間 Same & Edgerson 應該只有四五場戲 大致上 其實是在監獄 但他和Sam & Edgerson 真的叫作同場只有兩場 但猜不到原來出來 火花這麼厲害 火花很棒 是啊 還有說完有些笑料 我挺喜歡他的動作場面 這次動作場面主要是集中在後面 但我挺喜歡他一場在荷蘭 那些水道 一邊做飛艇 一邊在上面飛車 那裡我去過 今年年頭我去荷蘭的時候 其實看的時候我是有點親切感 因為其實他去過紅燈區 或者是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 其實全部都去過 基本上就是這樣 水道都是這樣 在橋下走來走去 飛車在上面飛 那邊在上面飛 他運用了地理環境 這個設計是挺不錯的 我覺得整件事是挺有趣的 可能近年看很多很誇張的 狂野時速 說一炒到車360度反轉 然後鏟到雪山 這套是有一點實雅實似的感覺 因為我看之前有人說 他拍攝的時候 有人放了一段影片上網 就說他剛剛一轉彎 把整個車拍攝到河那裡 那些人以為是甚麼事 原來就是在拍攝這一套電影 你看下去的時候 我想帶出的意思是 原來實拍 對,沒有用自動力 原來實拍 所以感覺是挺過癮的 其實我看回那時候 最聰明的就是 他竟然不單止運用到地理環境 還有你當鏡頭 當你計劃的時候 其實他會看到刺激感 是會很快 你覺得整個鏡頭很快 他又不只是單方面去於車和船 他會突然計劃一下旁邊的人 是呀 這個挺好笑的 還有他一路打 一路會有少許比你搞笑的感覺 是呀 譬如他打完 即是他那場 荷蘭那場飛車 後來又在公路那裡又搞了一次 是呀 你不斷會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一邊打一邊搞笑 亦都是重新很有90年代的感覺 是呀 即是可能會想起以前 可能在看類似警察故事 那種類型 當然也是兩回事 是呀 說一下警察故事 戰狼2也看得到幾次 不過這個我們下次再說 戰狼2會上 是呀 這個可以先說一說 戰狼2是9月7日會上 是的 某大電影公司賣了 應該可以的 這個應該希望 是9月7日的 聽聞你有沒有看到 戰狼2 是呀 戰狼2不是上了深圳 是呀 是呀 說起這個 破了漂房紀錄 在破它之前 我們上一集就說過 打死不離三婦女 在看這套的時候 上個禮拜也跟大家約略說過 另一套叫巴虎巴黎 即巴霍巴黎王 跟打死不離三婦女 兩個只捏到 現在不知差兩三百萬美金 它是做影師第一 其實很容易 很容易 因為大陸還沒做 大陸一做 我想隨時有過 有過億的理由 看這套 出街上個星期 做打死不離三婦女 我也用了一些方法 就叫做看了這套巴虎巴黎王 這些方法是甚麼方法 你自己想 不要想 大家自己想 我看完後 其實我很喜歡這套 是 因為它的感覺 甚至我會喜歡過 三婦女 三婦女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博物 我之前看第一集都約了說過 第一集是很收得的 但是看第一集我覺得有點擁場 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都不太熟悉它的神話故事 也不太熟悉它的歷史故事 但是 還有很多情節 你不知道要做甚麼 但原來去到第二集的時候 是將第一集所有的東西 都呼應了 兩集一次過 去到那裡很過人 其實是一個主角巴虎巴黎王 其實是 他要一路去推翻一個暴君 去到上一集 最緊張的那一刻 就是他身邊其中一個女池徐蟲 甚麼呢 角色 說了一句身世秘密 那個身世秘密 就足以將你整個故事扭轉了 嘩 那一刻就結束了 然後發生甚麼事 即是第二集 有個故事 長達三個多小時 也有點複雜 主要是說 首先三個多小時悶不悶 接近三個小時悶不悶 很緊張 很清楚 它是說回 男主角巴虎巴黎王 跟他的弟弟 一個爭奪王位 同時亦是一個爭女的故事 我最初看 這個故事這麼普通 開頭的一個小時 我都想 其實跟第一集有甚麼關係 可能這裡有一點失憶了 第一集有點細緻 我都想 為何跟第一集沒甚麼關係 快點用你的方法再看一次吧 這個就是神彩位 他看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突然之間一個treece位 成功把兩個故事 連在一起 原來那個treece位 我完全沒有想到 而且他連回第一集的角色 我看的時候 我完全不記得第二集 有些角色原來第一集 他的化妝是做得非常之好 完全是騙到你 原來是同一個人 這兩者之間的鋪排 你會看到他很有心思 還有他這次 也可以將上一集 一些無關痛癢的細節 呼應到去連起來 令到他後面的劇情 是非常之緊張的 你一路看下去 到底上一集之後 那個時空 和這個時空 背後之間發生了甚麼事 對比起第一集 第一集真的節奏比較慢 就是我所說 還有一些特技場面 也有一點假的 因為我看起來是 但他沒有去參差 都沒有 可能那個時期望太高 我進去看 可能那個角色和背後的景 你明顯知道是背後的六幕 是不太連接 但據聞今集的預算加大了很多 你看起來的感覺是完全好像在看荷里活的製作 他有幾場的大戰場面 好像有一點在看魔界那類 當然沒有去到那麼好 但沒有那麼頸 魔界其實是很悶的 就是我玩大戰的特技場面 它是拍到場面的氣勢很震撼 還有它做一些細節位 甚至一些皇宮的畫面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我看完 因為我原本是打算在大陸做的時候上去看 我看完後悔沒有進入戲院 因為這次看IMAS 我相信是很厲害的 很棒的 而且你感覺到它都爆出來 如果我看3D的話 應該是很有投入 但在印度本身有沒有IMAS 印度有 印度有的 美國都有做 因為它美國 說一點點 如果大家沒有聽信 因為它在美國開話也很厲害 它當時僅次於狂野時速白 它跟它同期上 那一年是剛剛開話 票房是第三位 即是這部外語片來的真的很厲害 這部外語片來的真的很厲害 所以初時大家都想著 這部外語片做年度第一 誰知無緣無故就出了戰狼二 戰狼二還要上賣何利活 不知道票房第幾位 已經是影史了 已經是一百頭一百頭一百頭 已經是一百頭一百頭一百頭 唯一一套華語片 唯一一套非英語片 OK 真是很瘋 所以 如果我以一套娛樂片來講 我會覺得這套比打死不離三婦女更過癮 因為如果你翻開兩集 看可能不太過癮 但如果兩集都有看完的話 那感覺是好像看了皇帝的一生 而這個一生好像是一個歷史故事背景 但它有能力令你不知道這個背景 甚至不知道未聽過這類故事 你都會看得很疼人 但是我之前一直都說 很想這套在香港製作 但看完之後根本沒有可能 實際上未必有觀眾想看第一集 對 我猜應該是兩集一起製作 七個小時 六個小時 那你也要休息 那你也要中間 那你第一集是幾個小時 兩集都是接近三個小時 六個小時 那你中間也要休息 對 你的電影裡面有intermission 人也有intermission 這套是我們上一集都說的 印度標準是intermission才很緊張 我很期待這套intermission是沒有的 沒有的嗎 一起康城直落 所以大家今個星期在看這套打死不離三婦女的時候 好像又不是這樣叫人做 但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是很值得看的 不過這套聽你這樣說 真的好像挺吸引 我記得我在7月台灣的時候 其實上了這套戲 對 它在6月底製作 當然我好像上個星期這樣說 我對這套印度片沒有興趣 而且不是很大 但我有朋友去了看 他也是稱讚的 即是說是很厲害的 即是猜不到 坦白說 如果這套東西不是吹到票房那麼厲害 我也真的沒有興趣 這個印度片 這個古裝片 這個歷史片 因為我都很傳統 香港看到這些我真的沒有興趣 真的害怕的 票房那麼厲害 而且你看到它的製作 它完全是一個荷里活的 A-Budget 的製作 只不過放一邊三個小時 兩至三個小時 重點是我覺得真的不滿 因為有時候真的很害怕 你三個小時的話 真的不知怎樣 好吧 這一節 先休息一下 下一節再說